《刀郎》的新歌《羅撒海士火遍全球超過170億點擊》 究竟有什麼玄機呢?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點讚、分享和訂閱 也訂閱我知名老師Angel的頻道 我們說的是八字人生正向思維 《羅撒海士》說的是《遼齋志義》裏的《羅撒國》的故事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裏面說羅撒國是在中國以東2萬6千里 有些人說刀郎是在諷刺美國 寫著小說的蒲叢齡究竟知不知道美國的存在呢? 當時明朝來了一個叫利馬鬥的神父 是他告訴中國人地球是圓的 或者蒲叢齡也知道地球是圓的 向中國以東一直航行 就會去到美國了 即使他知道美國的存在 他都沒有去過 又怎會懂得諷刺美國呢? 當時蒲叢齡寧寫的成本《遼齋志義》小說 是諷刺他認識到的人類社會的不公平 以及官僚的黑暗 比鬼更恐怖 刀郎又會不會借蒲叢齡的《遼齋》小說故事 去諷刺美國呢? 如果聽這首歌聽到最尾 他說是我們人類根本的問題 已經很肯定他不是諷刺著美國 是諷刺著全人類 即是他根本與蒲叢齡一樣 他是諷刺著整個地球村 尤其現在有了互聯網有了智能手機 根本就沒有地域的界限 外面的整個風氣都是一樣 這個世界充激著謠言 很多人都喜歡顛倒是非 而聽的人甚至寧願相信謠言 都不希望聽事實 為什麼? 因為事實是很殘酷 一點都不好聽 在歌曲的尾段 其實有說的 他說愛自有心 心有好大 表面上是有個心 不過人心就有好和壞之分 歌曲的尾段也有再講 西邊的歐江有老闆 生兒維特根斯坦 是說在西方有一個人 叫做維特根斯坦 我們又講一講 維特根斯坦是什麼人 他原名是劉維特根斯坦 他是一個哲學家 大家查維基 可以查到他的資料 他寫了一個作品叫做 《邏輯哲學論》 目標是顯示出 語言與世界之間的關係 什麼是可以說的 什麼是不可以說 而只能夠展現出來的 哪些是不可以說的呢 例如他說美與醜就不可以說了 只能夠展現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審美眼光都不同 羅撒國偏偏是把美與醜都顛倒了 我們現在周圍的人 往往就是最喜歡 聽一些很juicy的東西 通常juicy的東西都是重口味 和捏造事實的 甚至有些人 不是專家就扮專家 明明是爐就說是馬 雞就說自己是雀 講到自己是曉飛的 基本上現在全世界 都是走向這個方向 全世界政客傳媒都是顛倒是非的 歌名已經講到明是寮齋 歌詞最後一段 也都講到明 維特根斯坦這個人 如果不認識這個人 上網查一下就已經知道 歌曲最尾那句 更加講得很白 是全人類的根本問題 講到明諷至全人類 是經常都顛倒是非的 但是那些輿論 竟然又說這首歌是諷刺美國 又說刀郎是被樂壇杯葛 用這首歌回來報仇 我甚至見到有標題講 羅撒海是血洗歌壇 這個輿論 完全是將歌詞顛倒是非 而歌詞又諷刺人類顛倒是非 這個才是真是最大的諷刺 再講了 為什麼這首歌歌詞全部都是中文 竟然會引起全世界有共鳴的呢 外國人都會將這首歌的歌詞翻譯 想知道它講什麼 除了歌曲有民族特色 山歌旋律容易上腦之外 歌詞還有一句 哎哎哎哎呀 哎呀就是這句了 簡直是全世界的共通語言 好像當年PSY那句 Gandam style一樣 是這麼上腦的 講完這首歌 我們又講一下刀郎這個 這麼傳奇的人 2004年 刀郎的一首歌 歌名是2002年的第一場雪 火爆全中國 一場雪都竟然燒得著火 今年呢 羅撒海市 火遍全球 講明海市都竟然著火 我們現在又看看它的八字 玄機在哪裡呢 2002年的第一場雪這首歌 發行日期是2004年1月15日 未到2月4日立春節氣 所以 仍然是季未年 而今年是季某年 天干又是季 很明顯 密碼就是季字了 我們先一起看一看它的八字玄局 我將農曆6月22日和西曆6月22日的所有時辰都看過 唯一將西曆6月22日配上季丑時 天干霧桂合火 地支人五半火焗 是最符合刀朗的人生經歷的 因為地支有害季丑暗水焗 所以這個八字新約 喜神系觀印劫 這個八字遇上天干貴水 一合多神的原理 霧桂合化火 同時都合化水的 我們先看看2002年的第一場雪 這首歌的發行日期 在刀朗的八字九處同參 他的八字五行之中 火是他的印星 有成九十八個張力 印是代表名譽 當時這首歌一出就熱爆 刀朗都可算是一夜成名的 我們又再看他第一次開演唱會 年月日時的九處同參 首次歌唱是他事業來說 是副開創性的 觀察是代表開創事業 這一天觀察果然好旺 有84個張力 我們再看羅撒海市首日推出的九處同參 現在的歌是靠點擊下載來賺錢的 一百一十七個印 三百十四個劫 新藥劫就代表財 看來全球超過一百七十億點擊 真是賺很多 半個月之內 全世界多了很多人認識他 其實他的八字本身 原曲已經是無貴合了印 他的才華一直都在 一直都可以發揮得到 從第一場說開始 他的歌曲已經是用著這個風格 他的作品很多都很好聽 為什麼有兩首歌是特別爆紅的呢? 每十年天干就有一次是貴水 他的人生都過了幾個十年了 為什麼只有兩次爆紅 不是四次呢? 關鍵就是除了天干的貴水 還要靠地資 因為原曲天干 冒貴合了火又合水 很多時是水黑火 而令他退居幕後不停地寫歌 這個大運走多醜 是他的財運 半個月之內爆紅全世界 就是因為幾未月的這個地資 多了一個五味火局 推出的那一日 無人日呢 天干多一個無貴合局 地資又多一個人五半局 印星才突然倍增的 我們要看回之前的首次爆紅那天 季未年加上季自日 除了天干兩個季 還有地資匯了 至五味荒局 這個就是他火紅的原因了 真是靠天時地利人和的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